把握大事板块 抛弃片门个股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满看机中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1年4月6日8点30分 北京时间2021年4月6日20点30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加税受赌情绪过热 加税受赌呢 这无疑啊 是一个好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突然间 啊 这个涨幅特别特别的大 前一天要说起来这个涨幅呢 是正常的 昨天这个涨幅呢 就有点异常现象 啊 大家不要以为就涨就是好 涨不见得好 但是昨天的这个涨幅呢 不是说无厘头 是因为拜登说要把税加到这个28% 这个是在 这几年当中啊 就是这五六年当中 加税加的幅度最大的一次 但是呢 现在据说 这个在参议院 是可能通不过啊 最终 应该是在24到26也就是围绕着25上下 我估计到最后可能定义整数25啊 这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 嗯 4% 个点的 税收增长 联邦税啊 我觉得呢 还能接受 这28%呀 确实是对企业打击就比较大了 这样呢 就造成了 昨天整个市场的上涨 那么今天呢 一开盘 有的网友就开了来信了 就说是 您这个今天的不说了 我说我这还没有那个 就是股指期货一开盘啊 不是说是咱们正式的开盘 我说 我是不是刚从这个外头回来吗 咱们当时说了啊 我可能是要休两天 结果呢 呃 实际上我这等于是 就是耽误了一天 有一天呢 本身就是这个复活节的 下期 咱们这块就不说了 那咱们看看现在的指数啊 我们可以看啊 早盘啊 标普 现在纳斯达克是变成这个上涨了 但是标普呢 早盘的时候 是下跌的 纳斯达克实际上早盘的时候也是下跌的 明确跟大家说啊 这种下跌是完全应当接受的 我们可以看标普已经涨了 四连涨了 该调调了 再不调的话 有点这个 就有点又要疯 叫情绪过热 并不好啊 怎么上去呢 它到时候会怎么掉下来 那么标普在昨天咱们就不说了 在前天的这个突破 就是咱们就说这个 拿着股指期货来说啊 以后呢 哪会成为它的平台呢 就是它成为它的一个强力支撑点呢 哎就是在3960点附近啊 从3940到3960 这一线 我们一举行 来画这个框 就应该是在这一块 就在这一带 是它的一个强烈的支撑位置 就是这样 这是它一个强支撑带 那么如果踩的稳等一点 踩的这个 情绪高涨一点啊 就是在3960 情绪低落一点 就到这个3930 甚至呢 不排除再回踩一下39 但是呢 我觉得呢 39的可能性不大啊 更大的可能性 就是在这个3930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块 发现 这个矩形的位 矩形带 是最有可能的 3930 3935 到3960之间 这有一个30点的这个幅度 下次回踩 应当是在这 但是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它往上攻 别一听回踩就害怕 它往上攻 远不是4074 我们可以看 上回 标普 往下回调的 最低点在哪 我们来看啊 这是我给大家画出来的 上次标普 的七张点 它的回调 最低的位置 到了 这儿 到了这儿 3656 那么往上攻的时候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波段呢 要走的是 1.382 或者是 1.6018 那么1.382呢 昨天 就差一点 就已经快到了 那么到1.382 之前这个位置 如果要是出现任何的 这种回调 我们都视为一个正常的 合理范围 那么它的目标 应该是怎样呢 它的目标 应当是在 4150点到4160点 也就是说 它的 1.618的位置 这一块呢 为什么我给它往下修正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 是有一个往上凸之后 就突然间下来了 如果你要把它给 调整为这个位置 我们注意 这块 因为这两个 我们注意啊 这块这个M头 这两个M头 现在这两个点 不太好选 如果你要选这个 相对低一点的位置 那么它可能就是 4146 我再把这个 移到这个 稍微高一点的位置 它往上是4177 那么咱们掐图去为去中 就是4150到4160点的位置 我觉得呢 这块是合理的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 这块这两个 这跟山包似的这个 就是要形成M头 没有形成M头 直接变成底部抬高的往上攻 这块的上攻的 前期高点 不太好确认是 从这开始攻的 还是从这开始攻的 因为我们这都同时 出现了这个趋势性的指标的一个 角度 一个这个 4X 这块不太好确认 那么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啊 因为本身也没有查多少 查10个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呢 对于已经布局的股票 就 不要再轻易的追涨 因为咱们说了 他在往上到4160点之前 应当还有一个回踩 回踩的位置呢 是3000 还得回4000点以上 是3960点附近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 再开始加仓 那么如果人 有人说我怕踏空 怕踏空啊 您现在也不要追 等到4000点 一般的情况 这种整数关口 是必然会回踩的 你说我3960 哪有那么精准的啊 我我怕 怕踏空 怕踏空 没关系啊 咱们4000 4000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根 我们可以看 这根大阳线 拔起来 这个这块啊 这块 这根中阳啊 应该是中阳 中阳拔起来的 我们可以看 在这儿 中阳的腰部 或者三分之二处 正好是在4000点左右 我们可以加一次场 一般的情况下 整数关口 都有强支撑 然后呢 等它下来 等它 如果它要下来的话 我们再加 如果不下来呢 不下来的话 你看它真正的 就往其走了 趋势指标 什么都向好了 那我们可以 再继续追 追到的位置 就是等着 标普到4100 5到4106 这个位置 一般的情况下 它都会 往这块走 不会有什么大的 闪失 那么也有的 网友跟我提出来了 说您原来啊 都这个 精准到分钟了啊 基本上都是 今天一天 几分钟怎么样 几分钟怎么样 几个小时怎么样 几个小时怎么样 最近怎么不说了 我说最近它震荡 几个小时 它不管事 你像前一段 我在经常说的时候 在9到12月份 那块呢 是要么单边涨 要么单边跌 这些日子呢 它光震荡 它就这么点 一个区间范围 我说了几个小时 涨跌 它没有意义 因为总共就这100点的空间都不到 它在这来回来去 震荡 那没有什么意义 像9到12月份这块 为什么能说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呢 因为这一块呢 来说呢 那块是要么 你看啊 9月份 基本上是单边下跌 对吧 10月份呢 是前半个月单边上涨 然后呢 后 就是快临近总统大选 的时候单边下跌 等到11月份 总统大选之后 是单边上涨 那么那块呢 是比较好判断 就是小小时数 啊 我们去 做一个介入点 现在呢 这个时候呢 总共区间范围 就这50到100点 意义不大 那么如果要是说 咱们网友想这个听呢 那也没关系 因为咱们现在呢 还是就是说 能够判断出来 大概其的一个范围 就比如说像今天 由于这种各种利好消息 但是 但是 啊我们可以看纳指 首先来说 我们先看纳指 我觉得纳指 现在在这个位置 应当是有一个 回调的 动力 如果他要是不回调的话 我们千万就不要追 啊 回调的时候 大约回调多长时间呢 我个人认为 现在纳指回调 应当是 四个小时级别 啊 起码今天上午 都要没了 呃 如果要是快点的话 啊 快点的话 他这块 回调的时间 也要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今天 十一点半之前 十二点之前 你基本上 不要追 如果看下他涨了啊 咱们判断错了 错了就 错了 你就等着他回来 他一定会回 纳指啊 就纳指而言 他一定会回到哪个位置呢 回到 13,560点 下方 这是 我指的股指期货啊 因为咱们现在 那个正股 没开盘呢 而标普 由于呢 这个夜盘啊 有一个下杂了 现在呢 基本上呢 到位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 没有跌完 他应该 应当是在开盘之后 有这么一个 半个小时左右 的小幅的反弹 然后啊 然后应当是 以跌为主 就是说在今天上午 那么今天上午啊 大家呢 就不用过多的关注 如果啊 如果突然间开盘之后 忘记拉 那是一个又多 大家都不要有什么 就是说兴奋的 那种 感觉啊 如果开盘拉起来 是我们减仓的时候 等到 下午的时候 我们看看 两点钟之后的情况 应当是基本上修复完成 在那前 我们再看 是不是需要做日内交易 或者隔日交易的家仓 那么今天的节目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